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10年人类生活质量发展报告显示 挪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人类发展生活质量指数上位列前三名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总署最新发布的2010年人类生活质量发展报告显示 挪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人类发展生活质量指数上名列前三名 这份报告是根据多项影响人类生活的因素计算出各国的人类发展生活质量的指数 其内容不仅仅涉及经济发展还包括了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 比如健康、教育、性别平等和政治自由 在这份报告中的第一名是石油生产国挪威 类似于第二名的资源大国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凭借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并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对矿产资源的大量需求 使得澳大利亚在经济危机中度过难关 这份报告还指出 在过去四十年的人类发展生活质量指数提升最快的前三个国家 分别为阿曼、中国、尼泊尔 富旺文士杨海英诚一书 虚拟八道